唱世纪第21章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21章4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 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 21章5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21章6 撒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21章7 又说 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 撒拉要如养婴孩呢 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21章8 孩子见长就断了奶 以撒断奶的日子 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 21章9 当时 撒拉看见埃及人下脚 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 细笑 21章10 就对亚伯拉罕说 你把这十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十女的儿子 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 一同承受产业 21章11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 很忧愁 21章12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这童子 和你的死女忧愁 凡撒拉对你说的话 你都该听从 因为从以下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21章13 至于十女的儿子 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 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21章14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拿饼和一批带水 举了下脚 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搭把他走 下脚皱走了 在别是吧的旷野 走迷了路 21章15 皮带的水用尽了 下脚就把孩子 撇在小树底下 21章16 自己走开 约有一见之远 相对而作 说 我不能见孩子死 就相对而作 放声大哭 21章17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 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 夏甲说 夏甲 你为何这样呢 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21章18 起来 把童子抱在怀中 我必使他的后裔 成为大国 21章19 神使下脚的眼睛明亮 他就看见一口水井 便去将皮带 剩满了水 给童子喝 21章20 神保佑童子 他就舰长 住在旷野 成了弓箭手 21章21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 他母亲从埃及地 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21章22 当那时候 亚比米勒 同他军长 菲特 对亚伯拉罕说 凡你所行的事 都有神的保佑 21章23 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 对我启示 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 并我的子孙 我怎样厚待了你 你也要照样厚待我 与你所寄居这地的名 21章24 亚伯拉罕说 我情愿启示 21章25 从前 亚比米勒的仆人 霸占了一口水井 亚伯拉罕 为这事指责 亚比米勒 21章26 亚比米勒说 谁做这事 我不知道 你也没有告诉我 今日我才听见了 21章27 亚伯拉罕 把羊和牛 给了亚比米勒 二人就彼此立约 21章28 亚伯拉罕 把七只母羊羔 另放在一处 21章29 亚比米勒 问亚伯拉罕说 你把这七只母羊羔 另放在一处 是什么意思呢 21章30 他说 你要从我手里 受这七只母羊羔 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 21章31 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士巴 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事 别士巴就是蒙世的井 21章32 他们在别士巴立了约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在别士巴栽上一棵垂尸柳树 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21章34 亚伯拉罕在斐利士人的地聚住了多日